但是说到学生了,最烦恼的不是功课不好,成绩不好,反而包括住宿的房市吗? 这一回要变成主角是正大的学生,他们旧宿舍是装进医生要整修,被迫搬到新宿舍的总共有760名同学,面临宿住费大涨得窘境。 光是每个月的费用飙涨,看到了原本是交6600块钱,涨到22000,一口气涨了三倍多,让同学们气得大骂,学校在坑人吗? 还联合发起了还我住宿权临宿活动。